小微课堂来了 华龙一号的建成实现了中国几代核电人的梦想 而安全是核电的生命线 华龙一号的安全设计中有哪些技术创新呢 行总和他的团队要把今后60年 甚至100年可能发生的不安全因素都考虑到 他们创新性的设计了非能动安全系统 所谓能动是要依赖电源 而非能动安全系统可不依赖外部电源 华龙一号的反应堆上方安装了巨大的冷却水箱 里面存着约3000吨的水 发生严重事故时即使电厂全部停电 在重力作用下这些水会迅速注入堆枪 冷却堆心防止溶毁 不同于现有核电站的单层外壳 华龙一号穿上了更强大的金钟罩铁布衫 双层安全壳能防止放射物扩散 确保把老虎关在笼子里 它还能承受九级地震 甚至抵御大飞机的冲撞 华龙一号福清核电五号机组 将在今年年底迎来病亡发电 据统计一台华龙一号机组年发电量 能满足一个中型城市一年的用电需求 可减少标准煤消耗350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700万吨 相当于植树造林7000万颗 为践形绿色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让我们共同期待华龙腾飞的那天 由梦inflamm室 由梦 Guatemala 现在astian